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老大 那你小时候没有玩过这些 你小时候玩什么 你玩的是计算器吗 小时候学心算 玩的是算吧 那 那我就不能叫你老大了 我叫你老大爷 我叫你老大爷 大爷 导大爷 小心 小马 谢谢老大 我早就不是你老大了 我也不想当你朋友 所以不必说出来 我喜欢你 我想你当我女朋友 静静徘徊 不禁绕你的自在 哦什么 还好啊 还好是什么 还好 看起来没有很熟练的样子 你 走在你身边 视线外 只想望你的声开 i'll be like you side 所以不必说出来 所以最长的等待 不敢看 只要你明白 我明白 I'll be by your side 又在你蓝色的海 都在你身边 都在指线外 只眺望你的盛开 I'll be by your side 所以不必说出来 所以对常的等待 不敢开 只要你明白 我明白 你签了吗 我签了 你声音小一点 我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 你也太激动了吧 比我还激动 跟你说 我现在要保持低调 你不会是后悔了吧 反正你们都喝酒了 你就不认账 他能办得怎么样呢 是吧 不是 我们两个现在 这不才刚刚确定关系吗 后面怎么发账也还不知道 再加上马上要开禁了 不想让别人觉得 好像我跟主办方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还有三叔那边 我也还没想好怎么说呢 留点余地没错 你得谨慎点 放心吧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的 而且他最开始就跟我说了来玉瑶的目的 我相信他 哎呦呦呦呦 现在已经当个朋友 开始帮人家说话了 我没有 嗯 看来你当初决定回去 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替你开心 那就 祝开进成功 陈大师你一定可以 嗯 拜拜 嗯 拜拜 rein 安顿哥 那边不要我给你打你子吃粉啊 臭豆臭色啊 都 嗯 滚 seres 真挺不错的 真是挺不错 好可惜啊 你说 要不是因为留上那个大坏蛋 这个项目是咱们的 这儿是咱们的地盘好不好 真讨厌 不过现在 倒是有点感谢他 你感谢他 没他这么一闹 怎么可能遭就现在的我们呢 控制天堵 保持距离 都下班了 不是吗 没有人的 没关系 雨剑哥 小马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过来找个朋友 你们 我们那个刚刚在路上碰见的 这原来不是我们的项目嘛 就说过来溜达溜达 看看 那溜达完了吗 完了 还没 那溜达完了 咱们一块回去呗 行行 走吧走吧 一起走呗 走 真奇怪 明明不顺路这么早下车干吗 我找小本有事啊 我找小本有事啊 什么事啊 我那个工作室刚装了新空调 没事去我那儿吹空调去 行 你们两个真的不用陪着我 我一个人可以走个家的 老大 老大 你有事吗 没事 既然没事的话 不如你们顺刀一起回去 正好搭个伴 老大 再见 走了 拜拜 你行吧 我吃点亏 打车带你 走 走 怎么感觉你不太开心啊 啊 走 向外已经决定要留下了 可是你终归 还是要离开玉瑶吧 好 老头 您您喝茶 好 您看还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的 您跟我说啊 行 可总 可总 齐叔啊 我们都考察得差不多了 您家这老屋啊 做个民宿一点问题没有 你看这整条街 这个风景 属于你们家的位置最好 将来肯定生意行哦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以后等这个生意起来 我到时候给您分红 别别别别 您给可总就行了 那也行 分红不必 钱您自己留着 你这么客气 行 那我进去忙啊 行 行 行 你们聊 齐老师他们已经忙了半天了 我就给他们弄点水喝 您忙 您忙 来来 齐叔叔 我现在正忙了 好久不见啊 柯总 赵总 咱俩上次见面是 鬼人多忘事不是 城局那次 剪彩 没介绍我起来吗 早就该去拜访您了 客气了 一家人不说两件话 这话怎么说 你跟小满是朋友 我是小满的姑父 一家人 那您这一家人的关系 可真远啊 远吗 柯总空吗 咱们一块儿 找个时间喝个茶 吃个饭 都在玉瑶市做生意 也许有机会能一起合作呢 喝茶不必了 正喝着呢 我先去忙 赵总 您慢坐 我可以我答应 谢谢你 这些人 那我先去联系 我等三个人 就知道 会很久不足 lång了 复权 这一年 你这一年 多过来